好来看到长期专职水下摄影的陈文华 因为六年前参与了黑潮海洋文教基金会的潮生活的活动 开始向往花莲的海洋 那么这一次受到松原别馆的邀请 展出了在东家岛国拍摄多年荣获国际奖项的肯定 水下摄影的16幅作品一直到9月26号 随着疫情趋缓 为在花莲市的松原别馆带来一场在松原与太平洋对话的摄影展 由专职11年水下摄影的陈文华陈佐拉 带来精选累积三年 与太平洋东家岛国浸泡在水中数小时 融获国际奖项肯定的大吃鸡拇指作品 一起悬浮的片刻 我原来是从2010年开始拍摄水下 然后就是水下的摄影 那我在从2015年到2017年是三年 然后每年的9月份都会去东家拍摄 所以是这三年的一个成果这样子 因为我自己是美术背景 然后我希望说可以呈现的是这样子一个 比较完整有一个思路的一个画面这样子 那以黑白呈现 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就很喜欢拍黑白的影像 对所以它是一开始就被我设定说 它就是要以这样的方式呈现 那2015到2017每年的9月份去那边 不见得每一天都可以拍到好的画面 所以就是去那边一边学习一边等待 然后在海上的时间会是长达8小时 然后所以这次回来成果 虽然三年看三年听起来很多 但事实上你真的可以拍到一个好的画面的机会 就是非常非常少 陈佐拉表示 大吃鸡母子同行或者是公吃鸡求偶的海洋画面 可遇不可求 经常一泡在水中就是半天的时间 因为大吃鸡每年7到10月都会在东家王国这个地方 在那边交配生育宝宝 所以在那边是一个很稳定就是温暖的地方 那宝宝长大之后呢 就是差不多到10月他们就开始往南极移动 那到南极他们主要是要去觅食 所以呢 在这个过程中是很稳定的会有母子在这边休息 然后像公斤我这边只有一张公斤竞登的 一群公斤在追求母精 对因为这个画面也是很难获得 对然后又要拍到自己想要的那个 心里面想要的画面是很不简单 六年前参与由黑潮海洋文照基金会办理的潮生活营队 加深上网花莲的大海 一开始从2015年来到黑潮 参加黑潮的活动 那参加黑潮的活动当中 我学习到很多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的面向 比如说你说我们要做一些 医生作者做一些 比如说不要再去使用塑胶制品 那么频繁的一次性的使用 那在这边获得的东西非常非常多 再来就是我是跟那个金雷一起过去 东家拍摄 那我从他身上有学到说 他我们去对待金屯的距离 跟你要不要尊重这个物种 还是你只是很轻易的就是说 我看到金屯我就跳下去就去追了 那没有考虑到是不是对他有压迫 那这些东西我在东家学习非常多 一起全服的片刻 陈文化摄影展 一起在松原别馆二楼展出至9月26日 欢迎民众们不在松原的同时 感受大资金在浩瀚海洋的光影生命力 记得掌帮演华联士报导